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主内平安 今天是1月5日 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完全的满足 现在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六章第34至44节 那时候耶稣一下船 看见一大伙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所以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 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 且时间已经很晚了 请你遣散他们 好叫他们往四周填设村庄去 各自买东西吃 耶稣却回答说 你们自己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向他说 我们去买两百块银钱的饼 给他们吃吗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去看看 他们一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于是 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伙一伙地坐在青草地上 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 或一百人 或五十人 耶稣拿起那五个饼 和那两条鱼来 举目向天 祝福了 把饼剥开 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众人面前 把两条鱼也分给众人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人就把剩余的碎块 收了满满十二筐 还有鱼的碎块 吃饼的 男人就有五千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接下来 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当耶稣看见很多人 翻山越岭走到祂的面前 祂便怜悯了他们 祂除了教导他们 还因为天色已晚 而给他们行了增饼的奇迹 也许 我们都觉得 要喂饱这么多人 是不可能的 所以会如门徒一样 想打发众人离开 各自去买吃的 然而 耶稣的爱 却超越门徒们的想象 耶稣不只看见 他们心灵的需要 也看见 他们身体的需要 祂对他们的爱 如家人一般 曾几何时 你的家人 也这样爱过你 当你有心事时 他们会开导你 当你晚归时 家人也为你留了饭 耶稣也把我们每一位 当成祂的家人 从祂怜悯对待众人的榜样 我们看到 爱就是分享和付出 就是重视他人的感受与需要 无论是身心灵层面 都尽量彼此光照 这样的爱 是可以喂饱人心的 今年的疫情 稍望台湾餐饮外送平台 2020全年产值破百亿元 台湾人一年要吃掉 1367亿的保健食品 食品似乎成了台湾人的安慰剂 我们利用食物来满足 情绪上的 心理上的 或是精神上的不满足 但是 担心害怕的我们 心中仍然没有个靠山 得不到满足 如没有牧人的羊 与其物质上的满足 我们更需要让耶稣来喂养我们 并教导我们分享爱 人人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是爱 关心支持和陪伴 今天让耶稣教导我们 在这个个人主义的社会 将我们小小的爱放在祂的手中 让祂祝福 分享出去 为保众人 请品尝圣言 默想耶稣接受你的爱 祝福了 拨开并分享以后 祂变得极有分量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具体的爱家人 对他们付出赞赏的眼光 忍耐不说批评的话语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请让我在祢的圣爱中 保持慷慨 接受你给我的爱 和服务的机会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耶稣身上 找到完全的满足 并把祂的爱分享出去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